接下来马上带着大家来做风险测试 第一个测试的内容非常的简单 是一个握力测试 这个测试的方法就是了解每个人握力的情况 为什么要看每个人握力有多大呢 如果他的关节受到累积 发生僵硬的时候 他这个手是握不住的 所以用这个客观的指标来去评价 他到底这个手受累的程度 他有没有受累积的这个风险 或者有没有将来得内风湿的风险 来帮助我们去判断他的力量 我们准备了一个筷子 有一个专业的仪器 一个是握力器 一个是筷子 那么我们在临床中是不常用筷子的 那么因为内风湿它常常累积手的小关节 所以我们会检测病人的握力 你握一下 然后我抽这个筷子 看他的握得紧不紧 然后这个呢 就是看他的力量有多大 其实我们有的特别严重的病人 他手根本就不能握 所以也不用检测 他就是有一些很轻的病人 尤其是早期 看看他握力有没有减低 是一个风险因素吧 等候一个简易版的握力测试 而这个仪器呢 是更为专业一些的握力检测了 它更为客观一些 那我们就开始带着大家来做这个测试 来 新阿姨您第一个来 这也算什么呀 就是 什么筷子 你先摸筷子 然后这样 哎呦 你比我有力量 一般这个不太容易抽得出来 对 这样放平了 然后你测一下 来吧 使劲 使劲 好 新阿姨最后的数值是19.7 哎 对啊 你这个劲怎么回事 越说我越紧张 再来再来试一下 还真的 你换一个手 我换个左手 换个左手 还行 测一下 好 使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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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云锦的数值是20 按说这劲儿应该是比金阿姨大呀 对 我觉得是因为我筷子 是因为我手能抽得出来呀 来 先回到座位 待会儿给你解读 好 来 云升 可以吗 挺有劲 你看 一指劲它就会抖 好 那也比云锦多出来了很多 好 来看看数值 你举起来 31 对 哎呦 你力量也不错 我应该还可以 对对 但是我这个手好像不太好 横过来 对 使劲 我都听您使劲 好了 可以了 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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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展示一下成绩 22.1 22.1 还可以 还咬牙切齿半边 好 很好了 那刚刚呢 四位测得的这个数值啊 是各不相同的 这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来看第一轮的测试结果 谁会有 肋风湿关节炎的高危风险 结果是 康阿姨 22.1 处在黄色的这个区域 金阿姨是19.7 同样处在黄色的区域 云升 31居然是红色区域哦 而云锦20 处在红色的区域 您得给我们解读一下 这意味着什么 不同的性别 和不同的年龄段 握力的正常值是不同的 绿颜色代表它 就是握力非常好 优秀 优秀 那么黄颜色呢 就是说 也在正常范围内 但稍微弱一点 那红颜色呢 就代表它有高风险的 这个区域了 就是它有这个风险 它的握力是弱的 虽然它的数值 比其他女性都很都高 但是它 在它这个年龄段 和它的性别上 那它是 就是风险比较高的 那像最后一位 云锦 她是女性 那她都又是年轻人 所以她的握力在20 就是 对于正常人来说 就是有点弱了 它也有这个危险因素了 就是它也有高风险了 握力减弱的风险 就差那一点点 咱们就及格了 瞧这俩年轻人 我肯定 我肯定就是这次考试 就是现场紧张了 因为它是有炎症 有肿胀 有疼痛 它不能用力 肌肉不能收缩 所以它在发病的过程中 这个僵硬是很常见的一种表现 就像云生 它不能活动 它可能会有别的因素 比如说它受伤了 还有别的关节炎 也影响到它握力了 不是单一个肋风湿 所以要做 要去 有这个风险以后 要到医院去看 到底是不是 还有其他的一些检查 还能帮助我们去考虑这个病 好 那我们马上就进入到下一个测试 看看大家 是否还存在着一些其他的 类风湿关节炎的高危风险 这个测试是 手指疼痛部位测试 也非常的简单 是吗 对 那么还有一个测试 就是你可以先去压这个关节 用手用力压 你压的这个手指的这个指甲 如果特别用力 指甲会变白 如果不用力 就轻轻压的时候就疼 说明你这个疼痛很严重 如果我都用力 这指甲都变白了 它还不疼 那就说明就不疼了 然后可以用手去 两侧去捏这个关节 这个时候它要疼的话 也说明它有关节的压痛 这也说这个关节有问题 那么有一些炎症轻的时候 可能看不出来 但我一压它就会疼 那疼痛也是刚才 我们在动画当中 看到的那个小恶魔在作祟吗 有可能 这是正常的关节 在受到肋风湿因子 这种多种抗体 或致病因子刺激下 它会产生滑膜症后 里边会 关节里边会形成血管液 那整个关节出现的肿胀 和疼痛特别明显 我们自己在家 也可以来完成这个测试 但是今天在现场 我们要辛苦苏主任 替我们四位嘉宾 来做这个测试 那第一位还是从金阿姨开始 来 我压着你疼吗 这个 那有点疼 这也不疼 是吧 这个疼吗 这好点 这不疼 这也不疼 是吧 这个呢 那也不疼 这个呢 不疼 不疼 这个也不疼 不疼 这个不疼 不疼 那它就是一个中指 有一个压痛 内风湿是会中这个指 我们叫近端指尖关节 和长指关节 这个 这个 还有腕关节 就是 就这一排 十个手指都要按 都要按 对 那就是对于这个手来说 那你就这个手 就这一个关节疼 是吧 对 看那个手呢 这疼吗 对 不疼 不疼 这都不疼 都不疼 这疼吗 不疼 这也不疼 是吧 不疼 这也不疼 是吧 这也不疼 看不出明显的肿 对 它是没有肿的 然后你做这个动作 像我们做这个动作呢 就看你腕关节 能不能做到90度 咱们正常都是 哪个90度 这个90度 手腕跟小臂 跟小臂 能到90度 就说明你腕关节又不疼 又活动得很好 看看金阿姨做的程度 对吗 没有 对 没有问题 这都不疼 但是这个就是跟这个对称了 这按着疼吗 嗯 也疼 都是这里 这里 这呢 不疼 这也不疼 是吧 不疼 这疼吗 不疼 是吗 这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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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手都不疼 刚才我捏着 这个地方疼 这疼 这疼吗 这个中指这疼 这疼吗 这个不疼 中指这疼 这也疼 然后这儿不疼 无名指这指根疼 这个地方疼 这个也疼 这个也疼 一个 两个 三个 对 还有这拇指的指根 这个疼 四个这么疼 万关节疼吗 万关节曾经疼过 现在不疼 现在不疼了 刚刚的四位嘉宾 在做测试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已经把各位 手指疼的 相应的部位 记录了下来 这个意味着什么呢 马上来公布 第二轮的测试结果 谁会有肺风湿关节炎的高危风险 康阿姨 会疼痛 那这个为什么有人 有红点了 但是却是绿色的 而有人可能就是标出了红色的警示 小关节受累积 如果超过三个以上的部位 同时受累的话 那就是有雷风湿的高风险了 我们要做相应的检查 那就是结合刚刚我们的这个测试 按着有三处以上疼 这个才算是有高危风险的 对 一处就不算了 一处 对 有可能很多原因它都会疼 所以一处的高风险就没有那么多 但是三处以上 其实我们按了它两个手 两个手对称性的 我们说的对称 不一定说这个手是一个 这个手也是一个 那么就是说 它主要是左右手都有 是一个对称性的 然后三个以上的区域受累 那就是很高的风险 我们不说肯定是 就一定要去排查 那为什么就是在这几个 您刚才提到 是这一排关节 和这一排关节 是特别容易发生疼痛的呢 对 内风湿它累积小关节的特点 一个就是长指关节 就手掌和手指连接的这个 我们叫长指关节 还有一个叫近端指尖关节 就靠躯体的这一侧 叫近端指尖关节 就这个关节 这一排 但是呢 其他的关节病 比如说骨关节炎 老百姓说的骨刺 它要长在手上 它是长在远端指尖关节 那内风湿一般是不累积到 远端指尖关节的 它只累积到近端和长指关节 而且刚才您提到了 肿只是开始的第一步 疼就是慢慢渐进的一个变化 到了最严重 您提到会变形 它会破坏滑膜和破坏软骨和骨 所以它会变形 咱们可以给大家看看 变形的手指是什么样子的 左边这第一张 就是一个早期的轻度的改变 那么后边这几张呢 都是一个 它受破坏了 关节变形了 这样的 那我们看这个戴戒指 这个手 它是不是有小眼啊 皮肤上有破 那是什么呢 那是我的一个病人 他就是去看那个 偏方 说是用蜂子遮它 我们想蜂子遮我们一下 得要多疼啊 那就是说 它这个关节疼痛 比蜜蜂遮的那个疼痛还疼 所以它宁可让蜜蜂去遮它 来治疗这个病 如果要是关节变形到 第二张图片和第三张图片 这个样子 还能再回去吗 要是到了这种程度 就不能回去了 永远就这样了 我们有可能让它的肿 和关节疼痛消 消了关节肿 但是它已经破坏的骨头 它是长不回去的 只能用那个手术的办法 外壳的办法 让它关节复位 但是你想 它都已经这样了 手术已经很难做了 就是要是这样的程度的话 所以我们一直在提倡说 病人能够早期来看 早期给它治疗 别让它到了 关节的畸形的这个程度 可是你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看那个动画 也就是小因子会刺激它 肿起来而已 对 但怎么会到最后 这种就完全变形了呢 最后它的因子越来越多 它自身抗体越来越多 它就破坏了它关节的结构 让那骨头都发生破坏 就像小虫子一样 去吃那些骨头 软骨 滑膜 全都没有了 所以它就变形了 那关节就不是正常的 对胃关系了 那到这个阶段 手的功能应该也没有了吧 它就是不能吃药 不能系扣子 不能拿筷子 吃饭都是自理都受影响了 就精细活都干不了了 对 所以最好就是在早期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及时地发现 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些变化 才应该用更好的方式 去及时地应对它 对 那刚刚通过这个测试呢 其实我们看到 有些人是有高危风险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通过第三个测试 帮助大家进一步地来了解 我们生活当中 是否存在着 类风湿关节炎的高危因素 第三个测试呢 叫类风湿因子测试 可能大家对这个名字 不是很熟悉 通过什么样的测试 能够了解到 我们体内是不是有这个因子呢 是血液系统的检查 来测它体内 是否存在了一个叫类风湿因子 其实为什么做这个检查 我一开始也说 类风湿关节炎 它是一个自身免疫性疾病 那它体内有很多的免疫紊乱 而不是免疫的低下 那免疫紊乱怎么代表呢 就是说它体内会产生很多的 针对自己身体的 去破坏这些关节的这种抗体 那类风湿因子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那它的命名就是因为最早 在类风湿病人的身上 发现了这个因子 所以就命名它叫类风湿因子 其实现在它可以建于很多疾病 但是最常见的疾病就是 类风湿关节炎的患者的血里头发现的 那等同于抽静脉血就可以看得出来 是否存在着这个因子 对 那我们在录制之前呢 带着四位嘉宾去医院 做了一个非常专业的血液的检查 咱们一块来看看 这个就是抽静脉血 这为什么男士看起来都这么不坚强呢 他最紧张了 你看我们女士抽血的时候多淡定啊 你这大小伙子云生 你看你这表情 有那么难受吗 晕血又晕针我是 你还好没晕倒呢 行 能理解啊 也没敢看 那抽血的这个结果究竟如何呢 我们马上来公布第三轮的测试结果 谁会有类风湿关节炎的高危风险 康阿姨 数值小于二十 绿色 金阿姨 小于二十 绿色 云生 二十点七 红色 云紧 二十 二点九 红色情势 这俩年轻人呢 真的 咬了命了 这个结果我还真的是没想到 有什么标准吗 比如说大于多少 小于多少 意味着风险怎样 小于二十基本上就是正常的 就是没有问题 那二十以上呢 他们两个的数值都不算很高 我们说要高于1.5倍以上 可能就比如说到四十或者六十 这个风险就增高了 那二十以上呢 是可控的空间 就是说可以再浮查一次 然后看他有没有确实是高还是低 就是稍微高一点点 并不是说肯定会有类风湿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会给病人隔个 如果他没有症状的这样的患者 我们就隔个一两个月 再给他浮查一次 然后还是高的话 那可能类风湿的 关节炎的血液系统检测 有很多抗体 我们还要给他做其他的抗体 来帮助我们去佐证 这个确实有没有类风湿 但是这两个稍稍高一点点 还是要关注的 就是这样 如果要是明确 比如说通过反复的检查 包括进一步的检查 发现血液当中的 这个类风湿的因子 确实是高 那意味着它一定就会发生 类风湿关节炎吗 不是意味着它一定会发生 它只是有这种风险的可能 风险比别人高一点 那么也可能是其他的自身免疫病 我们现在发现 类风湿因子有的时候 会在其他病里也会有 那就一定要到风湿科 去做鉴别了 那刚刚你也提到了 这个因子呢 有可能会存在在血液当中 为什么这个因子 一旦要是高的话 很有可能发生 类风湿关节炎的风险 就会大大的提升了呢 因为这个因子 它代表的是你体内的一种 变性的球蛋白 就代表你体内 可能有免疫紊乱了 那有免疫紊乱的时候 这个因子 它的亲核的器官 把器官就是 关节的滑膜 软主织 还有软骨 骨 那它有可能增高以后 它会产生很多后续的 破坏骨啊 破坏滑膜啊 那有可能就会发生 类风湿了 那么通过今天的测试 有患上 类风湿关节炎的 高危风险 需要亮灯警 是的 亮灯的是云锦和云升 两位 没错 两位 我是刚刚知道这个结果 就在检测完了 一直到节目之前 导演都没有告诉我 所以我觉得 你刚知道结果 我还真的有点心里边 听 没有 低度很低 只是有这风险 需要到医院去服查 但是不一定是 那要到医院 再去进一步 比如做超声啊 再做血液的 其他的类风湿的 相关的检查 来帮助看看 有没有这种风险和提示 这个有可能是 跟痛风有关吗 跟痛风没有关系 苏主任 那像我这种情况 是跟比如怀孕 刚刚生产完不久 这种有关系吗 你说的是 类风湿 类风湿的病人 容易在女性 为什么呢 它跟女性 磁蕴激素的变化 是有关的 那你生完小孩 原来怀孕的时候 那个磁蕴激素 跟分娩以后的 磁蕴激素 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常常发病 是在分娩以后 还有就是人流以后 也是体内的 磁蕴激素变化 比较 是一个诱因 你分娩 生小孩 是一个这个病的诱因 好 我下了节目 就去找苏主任 好好的把我这个问题 解决一下 你可以间隔一个月之后 再去抽血 再去抽一下 可以一个月以后 再看看 谢谢大家